这是人工智能系列讲座 机器人系列的第十期讲 今天我们介绍Bragman Aternative Direction Method for Multiplayers 我们先介绍一下 Aternative Direction Method for Multiplayers 也就是ADMM 然后介绍Bragman ADMM 像在机器学习当中 或者在人工智能的学习当中 像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类问题 就是我们要优化一个函数 比方说这个函数可以是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的优化目标 另一部分是正则画像 这是我们的优化的目标 相当于是我们的准时函数 然后同时它还要满足一定的跃速 那这个跃速和这个正则画一起 我们构造一个完整的像这个 这个Lagrange 那说这个Lagrange 那我们就形成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函数 我们然后呢通过优化技术来这个 来优化我们的目标 获得这个最佳的这个X和Z 就是在这个画XZ这个 这个集里边获得一个最优的 是这个我们这个函数 目标函数最小的这个值 这是我们的这个目的 在里边这个F和G呢 那可以是非光滑的 或者说是像这个Indicator Function 这类的凸几 它主要是凸 这是它的核心词 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说了 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合成的优化目标 这个F是是可以是损失函数 你这里边可能是许多我们常用的损失函数 这个G是一个正德化的一个正德器 这个正德器呢 那你比方我们常用的 这个L1范数 L2范数 这些都是常用的 那现在呢 这个Autoritative Directive Method for Multiplayers呢 它的任务实际上就是 就是优化求结 这样一个 这个两个函数构成的 一个混合函数的优化 然后再加上就是它要满足 这样一个一个约束 前面我们讲这个 Do a Thin Method的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过 就是这一类 这个就是优化方法 它包括一个优化和一个 对无空间里边的对无变量的 这个这个这个对无变量的这个更新 而现在呢 这个把它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 那所谓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就是变方向成子方法呢 它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每次迭代中呢 它主要是说 那我把这个一个 这个Lagrange 就是把这个约束考虑进来 我形容最后一个 这个 就是相当于最后的一个 一个损失函数 我对这样一个损失函数 你看这一项是 是我原始的这个优化目标 那这时候 这时候Y是我们的一个 对无变量 这个对无变量呢 那这后边是我们的这个 约束 然后再加上一个约束是 这个二次项约束 这个二次项约束呢 实际上 那这就是因为这个计算起来 下面我们介绍 这个主要的计算量 在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它就是因为它二次的 这个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那现在这个Bragge Aternative Method Direction Method Multi-Layers 那它实际上就是用这个 所谓的Bragge 这个Divergency 就是Bragge散度 我能够取代这一部分 这个二次项 让来提高 我们这个优化 这个方法的性了 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思想 那现在呢 就是原始的 我们这个 Aternative Direction Method For Multiplayers呢 它主要是更新 所谓这个交换方向更新 就是我有一个 前面介绍了 我这个目标函数 一个是X 这个变量 一个是Z变量 那我现在呢 就是作为这个队伍变量呢 它是从我先更新 所谓的这个改变方向 就是我现在 X方向优化 再在Z方向 它俩优化出来之后 那我更新 我跟我们前面 介绍那个Do 这个Scent方法是一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 最后变量呢 进行一个更新就可以了 这部分呢 花的时间很少 主要部分是 这两部分的优化 这两部分的优化呢 它是分方向 所以这个改变方向 交换方向 就是现在X方向 再Y方向 在优化里边都有一个 共同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二次样 二次样惩罚这个问题 二次样惩罚呢 实际上它也是 也是我们这个计算的 主要花费时间的 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 就是希望 能用这个Bragon Divergence这种方法 就是基于T度 我们能够寻找一个快速 对它这个寻找 它这个跃速 它这个条件的一个 一个T度方向 我们让来简化 这一部分的 这个运算 这就是它的主要 这个目的 那这就是 现在我们介绍 这个Bragman 那个Aternative Direction Method for Multiplayers呢 它实际上就是基于 前面我们这个 Aternative Direction Method for Multiplayers 基于这个思想 然后现在存在的 主要问题就是 我们在优化 在这个优化我们的X和Z的时候 因为它原来是用这种 就是这里边有个二次项 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想用这个 这个Brag散度 然后代替这个 这个更新当中的二次项 这样的话 提高它的性能 那现在呢 这是假设说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Fy函数变换 它是把这个是 是可 是可连续可谓的 然后呢 我这并且它是严格的2函数 在我这个 打这个 这个Omega上 然后呢 这个这是我的这个 T度 这个T度呢 就是表示 就是我这个函数Phi 就是在这个Y 这个点上的T度 我们就这样 因为现在我们越速 就这个 啊 因为主要是在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对我变量上 所以呢 那我根据 根据这个定义 这个Brag散度 它的定义 实际上 它就是 你看它就是 相当于一个展开 在X方向的函数 Y方向的函数 然后是他们那个T度 这是他们的差别 那我们现在 实际上就是利用 这样一个表达式 我们希望能把 我们寻找到方向 能够固定下来 这个方向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Phi函数 在这个 我随着Y这个 这个变化 它这个方向的变化 和这边它俩的差别 我希望能寻找 它俩变化最快的 那个方向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 那你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个Brag函数 这个Brag函数 它本身是打A等于0 那只有等于什么时候 等于0呢 那就是X等于Y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 实验了 我们前面介绍过 实际上我们这个 X和Y 就是我们这个 函数 它的最小值 比方说和我们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 队伍空间 队伍变量 那个最大值 它俩合起来了 就构成一个 像我们来说 一个强奥合 那现在呢 就是要常用的 这个Brag函数呢 实际上一个就是 我们常用的 就是这种 OG里头距离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常用的 这个 KAL Divergence 这个 这是它这个 它这个Divergence 就是两个 分布之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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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差别 好 那我现在呢 假设说这个 函数它有一个 良好定义的话 其实这时候呢 那我 你看我就把这个 我前边定义 那个损失函数 我就引入 你看 这个二次项呢 实际上就用我们 这个Bragman 这个Divergence 这一个 来代替了 因为这一个 它是 它是 我们知道 它这个 沿着梯度方向 去寻找 我们的这个 最优质的话 实际上就是 满足X和Y 它俩的差别 最小的话 那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方法 我不用去 计算这个 二次项 这是它的 主要的优势 然后呢 有基于这样一个 二次这个 Bragman 这个 赞度的基础上 我获得的这个 就是我原来这个 所谓的这个 交换方向 方法 这个乘词法的 这个方向的方法呢 那我现在呢 事实际上 我就可以把我前面 上面那个 你看现在X方向 进行这个优化 我让X在我的 这个多枚里边 我让它选择 让我的这个 这个函数最小 原来这是个二次项 现在这二次项 就变成了 这个Bragman的 Divergence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就是通过求导 我就可以知道 收敛最快这个方向 那同样这个 交换方向Z呢 也是一样 只不过你看我现在 这个X求了之后 我把X带进来 一样把我这个 前面更新的这个Y带进来 现在我又画这个Z 我一旦这个X和Y 这两个方向的最优质 就X和Y 都知道了 然后呢 我再更新 我的这个队伍变量 那通过这种方式 那通过这种方式 事实上 这所谓的Bragman 这个Aternative Direction Method Method for Multiplayers 这个方法 它的这个行动 这也就是 这个主要就是 我们说这个ADMM 和这个Bragman ADMM 方法 它的主要的思想 还有感兴趣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Bragman 这个Aternative Direction of Matter Multiplayers Multiplayers 这个方法的续续细节的 可以参考这些参考文献 了解更多内容